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内容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河南南洋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江西张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湖北于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甘肃武威市唐代土古魂王族墓葬群 其中江西张树市国字山墓葬 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 虽经早期倒扰 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 在当天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曹锦炎 就张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做点评 他点评说 国字山墓市规模巨大 葬具规格高 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流的特征 对于探讨江西东周时期的历史 特别是江西地域文明华夏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同时 这次发现填补了江西先秦历史时期的一个历史序列的空白 和考古学文化上的一个空白 阳春三月百花开 先于各地迎来圣花期 处处美景宛若化境 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 当地政府以花为美 通过网络直播开展云赏花活动 向网友们推介春日美景 走进位于新渔市分一线的方山林场千亩花海 海棠花 山茶花 玉兰花 约好了似的赶着趟张开花瓣 红如火 粉四霞 白如雪 置身其中叉紫烟红满是春的气息 千亩花海也成了网络主播们取材的好去处 音乐主播志祥赶了个大早 一台手机 一把支架 一支麦克风 以花海为舞台 向网友自豪地推介家乡的好风光 给大家的点赞啊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操场 来到咱们的星云 来到咱们的分宜 来到咱们的方山林场 一起来感受咱们的山茶花园 咱们的玉兰花园和海兰花园 来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地方来打卡 来拍照 来留念啊 来到这边 第一可以给咱们直播间 广大网友送上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 而且我自己在这边直播的话 也可以身心非常愉悦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我的直播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操场 了解到我们的方山林场 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色 2011年 当地手手打造 方山林场三万亩花卉苗木种植观光基地 至今已开发种植海棠 玉兰 紫薇 寒啸等 花卉28个品种2800多亩 每逢花开 各地游客分支踏来 酒香也怕巷子深 尤其面对当前疫情形势 鉴于当地政府通过互联网平台 线上直播春日花开美景 满足游客闪花需求 大力推介当地旅游资源 我们以花为梅 结合全市现有的智能生态 农业经济 加快乡村旅游业建设 并以这次云上散花季的首场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 挖掘发展潜力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让更多的新与美景 操场花海 冲上云端 为广大市民和全网游客推出精彩的 春季文旅盛业 让我们共赴 这场盛大的春之约吧 阳春三月是江西一年中 踏青赏花最好的时节 不过受疫情影响 多地提出少出门 不扎堆 不聚集的疫情防控措施 特殊时期 全省各文旅企业也在用不同的方式支持疫情防控 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发出倡议 让我们不负春光 同兴战役 阳春三月 雾园的油彩花已经漫山遍野 种春时节 武功山的云海 已然美到极致 江西 已是一年风景最好时 原本该初遥 踏春 享受春光 可是阳辰雷景奈何天 我 我们 有了更重要的事 要守护很多人 所以 抱歉 不能在这个春天来看 可我们相信 每一朵花的战法 都有看 英雄感为 同心战役 加油南昌 加油江西 待疫情退去 我们一定相邀而来 待山和无恙 我们一起 不负春光 加油干